越南GDP成長率突破6% 外資投入金額年年創新高 身價水漲船高 更可以吃到東協市場大餅 這個亞洲新興經濟體 發展速度超乎想像 迎接新市場來臨 許多民眾摩拳擦掌 而想要南進 語言是重要工具 近南大學開設越南語課程 有基礎和中級 這堂課年紀最長的學生 于啟明年紀超過50歲 是一名國小老師 也是一名博士生 學越南語是為了12年 國教新課綱的母語教學 做準備 越南級的媽媽可能會出現說 她本身中文能力反而有困難 所以她也開放是 由東南亞系畢業的同學 或是現有的合格教師 再去選讀越南語之後 來儲備資質 那我剛才有這樣的興趣 有這樣的一點點的能力 說著流利越南語 何欣彥 高中時期就嗅到東南亞的改變 大學選擇就讀東南亞學系 不僅從課程上認識東南亞 更多次前往越南交流 一次導演的時候發現 就是整個很沸沸揚揚 然後就是經濟有向上攀升感 就是很熱鬧 就好像整個城市都在動起來 然後我覺得說很新奇 去越南回來之後 她變成超認真的 那我問她為什麼 她說是 因為她覺得她去越南 她覺得她喜歡越南 然後覺得她 以後她可以去越南工作去 她改變了她的想法跟觀念 授課講師 武黎全科 越南師範大學畢業 2008年到台灣攻讀碩士 目前也是一名博士生 這幾年不只教課 也輔導學生考取越南語認證 而且選科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越南工作最好也是學越南語 除了工作之外 你還要跟你的同事 還是你的融入越南社會 你要培養你的感情 對 除了工作之外 你不能是24個小時都在公司的 你要有朋友 包含越南語在內 東南亞各國語言都屬於小眾話用語 十一國總共有13種官方語言 但在東協經濟蓬勃發展 和政府大推新南向政策的影響下 近幾年來 台灣各大學 紛紛興起東南亞熱 都新設東南亞相關學士學位學程 在互利情況下 台灣大學生 尤其新住民第二代 更想替自己度金 原來他們發現自己與生俱來的優勢 可以把它當成一個認識越南人的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比如說以後我可以跟這些越南人一起到中亞去創業 說不定真的可以 我覺得台灣年輕人最有機會的地方就是一定要往外出走 往外的話就是去到那一些最好是沒有人想去那些地方才是你的機會 他懂得兩邊的文化 跟員工或者幹部來溝通的話 他會站在兩邊來講 所以會讓我們生產運轉 還有經營上面會更順暢 因應全球化 又是跨文化的職場 不少新二代都以第一志願進入東南亞系 他們目標明確又有使命感 只是新二代身上流著一半台灣血液 對東南亞國家來說 這群人終究是外國人 我覺得跨文化的溝通會比語言來的重要 因為東南亞國家多數它不是漢文化 不是漢文化的時候它的這個文化的根基 它的一些行為 它一些習慣都跟我們不一樣 我覺得倒是這一方面的學習企業會比較有興趣 台灣看到了潛力市場 遺人也看得見 面對東協這片美好江山 學習東南亞語言向東協靠攏 不僅年輕人認為前途會更光亮 也讓冷門的語言徹徹底底找到優勢 鹹魚大翻身